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买黑色运动鞋 头戴棒球帽 不愧是潮流天王 简单基础单品搭配出街头潮南范儿 估计身上的衣服又该卖断货了 镜香身穿棕色长袖上衣 下达浅色牛仔裤 白色板鞋和蓝色棒球帽 于老公刚好配成情侣款 夫妻俩一深一浅的色彩搭配十分和谐 天气很好 走到出汗的镜香 将外套系在腰间 腿长腰细 臀翘肩宽 玲珑有致的苗条身材让人大呼羡慕 年过半百依然状态绝佳 最记者描述 木村在街边长椅上坐下休息 镜香从冰淇淋店买来了一支冰淇淋 懒人继续散步 期间镜香把冰淇淋递给木村 木村舔了一口还回去 懒人分享着一起吃 网友纷纷表示 懒人互喂一个雪糕 这是热恋中的情侣吧 神仙爱情太甜了 木村夫妇有说有笑 边走边吃 看镜香弯弯的笑眼简直是流出了蜜般的甜 氛围不一样于 看爱情剧 这对结婚至近21年的老夫妻 日常还是如此浪漫 恩爱如初 家庭幸福美满 随着木村家几个女儿 木村心美 木村光夕相继出道 这个演艺圈最强家族 近两年在社交平台活跃了起来 木村似乎改变了以前不在公开场合 谈论家庭的低调作风 不再刻意回避 和老婆镜香一样 通过在家人生日 结婚纪念日等特别日子里 发文送祝福 还有和爱情们嬉戏等日常 向网友分享巨星家的普通生活 让大家看到了和睦理想的家庭氛围 虽然木村夫妇并没有提及对方姓名 克制公开秀恩爱 但从晒同张照片 戴同款项链等不经意的事情中 神仙眷侣的形象还是深入文心 出道几十年 即便现在已过了事业巅峰期 木村夫妇依旧是日渔圈的流量担当 被日媒称为最强新二代 木村姐妹花 话题性不输吧 但实力相差甚远 还没有代表做的女儿需要努力的 保住木村拓栽的口碑 新买和光西接下来的发展备受关注 特别是18岁的妹妹木村光西 以模特出道已三年 开拓海外市场 进去中国和欧美都在计划之内 而且热爱模特工作的光西 似乎不再局限于时尚圈 会写歌创作 还遗传了妈妈静香的好歌喉 想全面发展成为多妻才女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 公腾静香的脸上永远都是幸福的笑容 而这日一直以来给她极大安全感的丈夫 木村拓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夫妻感情甜蜜 两个女儿又美丽大方 并且现在都已经成为新二代 正式出道 公腾静香有什么理由不幸福呢 但是这一切来得并不那么容易 一个是在90年代就红透日本的初代女神 而另外一个则是迷倒日本少男少女的超级明星 现在看来完美而又般配的结合 在当时却遭到了无数的争议 当年的木村拓在27岁 凭借着多部大热日剧 红遍了整个亚洲 成为当之无愧的亚洲男神 一个正值事业巅峰期的男偶像 突然公开恋情的话 不管是放在以前还是现在 估计都要成为爆炸新闻 而且大部分人或许会选择不公开 因为公开之后的后果谁都没有办法想象 但当时的木村拓在呢 并不遮掩此事 在面对记者的追问 你是在和公腾静香交往吗 他摇下车窗潇洒地回答说 是 这个回答简单却有力 简直难有力十足 不过公开恋情对于木村拓在来说 还不算什么 在两人公开恋情后的第二年 木村拓在直接在自己的演唱会上 宣布了与公腾静香的婚讯 他站在舞台上淡定从人地说出了 自己要结婚的消息 而台下的粉丝早已尖叫声一片 在当时的日本这个消息有多么爆炸呢 有一个日本媒体这样写道 这个消息的爆炸程度只有天皇驾崩 可以与他相提并论 就在日本的NHK电视台 也每15分钟滚动一次的频率 宣布这个消息足以见得日本全国上下民众 对于这个消息的惊叹程度 在事业的巅峰期 宣布自己要结婚的消息 足以见得木村拓在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人 而让粉丝们变成柠檬精的事 在演唱会之后 木村拓在召开了记者发布会 有一位记者问他说 结婚对象是公腾静香吗 木村拓在回答说 除了他还能有谁呢 之后木村拓在和公腾静香 就成立了自己的家庭 之后也有了两个女儿 可是在公开之后 公腾静香就彻底的成为全日本女性 乃至全亚洲女性的情敌 他甚至被日本民众评为最讨厌的女明星 而木村拓在的事业也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当时的经纪公司马上就对他建行了血藏 并且他也成为了当年的最不受欢迎男星 更荒诞的是 当年最受欢迎男星也是他 可见粉丝们对他确实是又爱又恨 当时他出演的电视剧Hero 因为宣布结婚的事情遭到了媒体的冷落 所以完全没有宣传 然而这部电视剧却达到了日本历史上 唯一一部收视率超过30%的剧集 创造了日本电视剧史上的辉煌 所以一位真正有实力的偶像 又何具这些负面影响呢 之后木村拓在才渐渐地付出 有采访问他说 为什么要宣布结婚呢 他则反问道 为什么要欺骗呢 他一直坚信作为一个偶像 要对喜欢自己的人负责 要真诚地面对大众 哪怕会因此而流逝 大量的粉丝会受到大家的讨厌 也要担负起一个偶像的责任 这也是现在偶像们非常缺失的 对于粉丝的一种真诚的态度 真诚就代表着尊重 如果生欢之间没有平等的尊重 那么粉丝和偶像之间 就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 木村拓在之所以能够成为偶像的标杆 是因为他真正明白 身处在一个偶像的地位上 离不开粉丝支持 而他也愿意为支持他的这些人负责 可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偶像 不愿意去公开自己的情感生活 不愿意真诚地面对大众 反而为了商业利益去遮遮掩掩 当然也有人像木村拓在一样 不惧流言选择公开承担自己的责任 当年陆寒也在自己的事业巅峰期 选择宣布与关小彤的恋情 他明知道这样做会面对什么 但是他还是选择公开了 这其实并不是伤害粉丝的行为 反而是有一颗真诚面对粉丝的心 才会去这样做 现在还有很多偶像 以为粉丝好的名义 而选择不公开自己的恋情 但是看到木村拓在 真的想告诉这些选择隐瞒的偶像们说 真诚才是长久发展的关键 一个有实力的偶像 不会因为有了家庭有了爱情 就会失去大家对他的喜爱的